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在你的眼里 那里春风沉醉 那地绿草如鱼 月光白脸 洒满了湖面 两个人的空火 照亮成个圆弯 多少年以后 如云般又藏 那变幻的脚步 让我们难牵手 这生一世 有多少年 被吞没在月光 入睡的夜里 多想某一天 往日又呈现 我们留恋忘返 在悲伽不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词 李宗盛 尘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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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那温热 这一生一世 这世界还傻 不够真名融化 冰雪的深情 就在某一天 那你忽然出现 你青春有声音 在北战护盘 你青春有声音 在北战护盘 谢谢 谢谢 再次欢迎杭天琪老师 你好 欢迎黄霄云 你好 两位的歌声呢 一位是经典醇厚 一位呢 是充满年轻力量 给我们极美的享受 这个音乐的能量呢 也正如我们高品质的 经典有机奶一样 在两代歌者之间回答 黄霄云知道 航天琪老师吗 当然知道 我从小可能不知道 什么是歌手的时候 我就知道 航天琪老师 因为 从小就听到 我是他的那个 阿姨妈妈级别的 但是 我就说节目组 越来越狠了 居然能给一个 小我三十几岁的 小朋友 我们俩要合唱一首歌 你们太狠了 你说他小你三十几岁 但是航天琪老师 你明见的状态 特别的棒 你别夸我 别别别 你跟他站在一起 人家古娇员往外貌 你说我年轻 这不是骂人呢 小云 其实你今天有机会 跟天琪老师 在一块演出 我觉得是应该 非常骄傲的 因为天琪老师 那一代的歌手 是开创了 中国流行唱法 流行歌坛定位的 一代歌手 他现在的能量 其实比过去 我认为是更大的 同时运用自己 多年的那种经验 去辅助一个 更年轻的声音 这是天琪的声音 在舞台上 非常可贵的精神 好 谢谢 我觉得刚刚 航天琪老师 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他给我们诠释的是 这首歌的情感 他的土字 他在说故事的方式 小云 你有很多的技巧 在一个歌里 看不得转四五个调 好像就显得 你很有能耐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没有情感 也是我一直都 很困扰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确实 经验会比较少 我可能太看重 每一场舞台的表演 我特别注重 每一场舞台的机会 短短的几分钟 所以我总是会把 我自己学到的 很多的东西 全都放在 这几分钟里面 但是可能 哭得太满了 会让人听着 会很疲惫 我以前也是经常 会被人讲说 你的唱歌的技巧 很多 不够走心 听你的歌 好像花里胡哨的 很复杂什么的 会有这些声音来 但是它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人的成长 必备的过程 不要去太多的纠结 然后缺的部分 情感的部分 可能再去想办法 从生活中 历练中 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当中 去寻找自己 我想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说 当你在唱歌的时候 你脑袋里面 第一个想的是 进入这首歌的意境 还是你想的是音准 想的是 我待会要发什么技巧 我现在可能考虑的是 音准 但是其实想想 取音 也是为词去服务的 对 所以接下来 你就可以把你的技巧 全部忘记了 就跟那个武侠片一样 有没有 开始把招数通通忘记 开始打意念了 我觉得旁边的航天器老师 应该很有经验 就像他今天 他可以也 秀非常高超的技巧 可他今天唱歌 完全把这些东西 通通抛开了 他完全投入在 这首歌的情境里面 这个就是 摔了一个大马趴 站起来 又摔了一个大马趴 无数个大马趴以后 站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些都是最宝贵的 所以萧云 其实今天 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获得这样的 一些建议和参考的意见 这是很可贵的 真的很可贵 比参加另外的十档节目 可能都重要 对 我首先我要感谢 所有关注我的人 我也会去 反思我自己 我想 现在想把心沉下来 然后去想想 自己到底是 最需要的是什么 因为最近在网上 会受一些 没事儿 没事儿 不好意思 我自己会去看很多网上的争议 他们可能我当时不是很成熟 说了一些不妥的话 所以大家会有一些对我有误解 然后就达到了一种 全网都很讨厌我的一种状态 就我是 我现在不知道我要怎么做 就是我笑也不对 哭也不对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让大家会 就是会 可能大家现在就是 觉得我的人品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他们不会把注意力 放在我的歌上面了 现在已经就是 我想想我们说清楚 潇云你深呼吸 我们都跟你在一起 可以继续吗 我会看到网上印象比较深刻的评论 会是 如果你不喜欢黄潇云我们就是一家人 看到有人讨厌黄潇云我就放心了 而且会有很多很多点赞 其实我自己可以承受 但是我看到我的家人 难过我就 我就不行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爸爸哭 有一天我就不小心在 我爸爸房间门口看到他自己在 偷偷地哭 会觉得很 对不起我的家人 大家都曾经在20岁上下 对吧 我觉得真的人不轻狂往少年 就像我即使到我这个年纪 有时候网上看到一些讲我的东西 如果他委屈我了 或者他冤枉我了 我也会有一种不舒服 一样的 我有些时候我可能碍于年纪 我不方便跟他对骂 可是我心里面也会有这样的念头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其实很正常 你还很年轻 我们一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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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其实我相信在座的几位导师们 应该也都会有经过像类似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只要不违背自己的内心 好多其他的声音其实是不需要听的 因为这些声音来自四面八方 可是真正在唱歌的那个你 他是这么的专业 这么的棒 在舞台上这么的闪亮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